巴西人的怒火难以恶意 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却只有无奈抗议 一场不可逆转的文化浩劫 发生在当地时间2号晚间7点半 地位如同巴西故宫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 惊传失火 由于内部有大量木造建材及毅燃藏品 助长火势迅速延烧 馆内2000多万件珍贵馆藏 瞬间复制一具 当局出动80名打火弟兄奋战6小时 丝毫未能控制国事 因为消防栓水压不足难以使用 消防车只能从临近的池塘打水灌旧 眼看救援的力量背水车芯 只能任由这栋 成为葡萄牙皇室与巴西王室宫殿 同时也是1822年 巴西脱离葡萄牙 迁属独立宣言的历史地标 葬身伙害 红博社称 这是巴西近八年来第四起文化火灾 先前包括全国首区一指的爬行动物研究中心 充分展示巴西自然生态多样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及拥有百年历史的葡萄牙语博物馆 都是联邦政府疏忽管理与血减预算下的受害者 如今这场火灾 虽然原因只向疑似电线短路 会有类似天灯的自制止值热气球掉落屋顶氧灾 但随着火事逐渐被控制 越来越多消息指出 又是巴西政府忽视文化教育的结果 事实上自1958年以来 巴西国家博物馆研究失修 缺乏管理早已不识秘密 但政府仍以政治考量为由 在20年前拒绝了世界银行提供8000万美元 用于推动国家博物馆现代化的提议 这也使得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参观人数逐年降低 2017年一降至15万4000人 和每年超过800万游客参观的巴黎罗浮宫 或其他国家的地标博物馆完全不能相比 纽视报道更称 巴西国家博物馆早就因为国家所处经济的瘫痪 和不稳定陷入危机 就连内部营运都得靠在博物馆工作的教授 筹募资金 曾经一手主导删减预算的 巴西总统梅泰尔文讯后透过推特表示 损失难以估计 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 教育部长也承诺 立即拨垮250万美元重建博物馆文物 并向国际组织请求协助 但多数人都说为时已晚 这场火灾就像是对巴西记忆的一次切除手术 官方粗糊 火灾中幸存的馆藏可能会连一尘都不到 先建于1818年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曾经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然史籍人类学博物馆 镇馆之宝是高龄以外17500岁1975年才出土 号称每周最古老的女性化石露西亚 其他还有重量超过五顿18世纪发现的世界第二大本德哥陨石 古埃及木乃伊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物 以及1784年发现一个至今已一亿两千万年 每周最古老的恐龙骨架化石 尤其珍贵的是19世纪巴西帝国末代皇帝 佩德罗二世的个人收藏 无论是前哥伦布时期的手工艺品 或者从搭顶美洲各地搜罗而来的骨帽 布料 淘气 都曾经是馆内的物价之宝 这就是很多问题 现在的问题 人们在增加各种原因 在增加各种原因 包括国家的国家 国家的状态 和犯罪 不过就在几年前 这里才生气勃勃地到处规划建设 当时的李约正主办2016年奥运 政府搭建了新的大型广场 盖了千万海景的花桥公寓 还加速完工了新的公共运输系统 但如今的李约却是暴力横行 地方政府即便派出军队也镇压不住 贪腐弊案向上延烧到了前总统鲁拉 连同他的接班人罗赛福 也遭到起诉 现任总统泰梅尔更不止贪腐 连巴西核心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次起火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无疑是整个国家问题的缩影 毕竟谁能想象 一个拥有如此珍贵馆藏的国家级博物馆 竟然室内没有装设洒水器 室外没有防火门 甚至缺乏烟雾探测器 更黄论补物保存的处理 当今年6月 庆祝200岁生日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等不到一个政府官员出席 或许便已预知 他终将面临厉惨命运 只是没想到会是一把无情火 把他属于历史的辉煌 挂为灰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